来 接下来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公司一把手有事要出差 暂时由你来主管公司的一切事物 当你像自立比他老的员工不吃工作的时候 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 请问你该怎么做 我给你找一个老不讲理的 来 叶子龙 来 你就是那个老员工 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 咱们的主管去哪儿了 主管啊 出差 他也没交代一下 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我都在这儿干了二十年了 也没跟我说什么呀 是 是 是 他那两天看您忙 他委托我跟您讲有这个事 那你干什么呀 我就是个传话的 就是传话的 对 我有别的事 那他走了这摊活谁干呀 这摊活是他安排给您的 那他也太不像话了 就不把我放牙里呀 工作第一 那我不干怎么办呢 解雇我 开除我吧 没关系 情绪跟情绪 工作跟工作 如果您确实觉得这件事情 不合适的话 我觉得我建议您 两条路 第一条路我们这段活 无论如何 就是他跟您说 您也得做 他不跟您说 您也得做 所以这段活必须要先做了 第二件事情 消化情绪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去升级处理 也可以去私下去沟通 您可以找他的TL去沟通 没关系的 但是活还得得做呀 我觉得这小伙子太棒了 不 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 他没必要给我那么愣扛啊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 你就说他走的时候特别忙 我一会儿让他给您打个电话 或者给您发个短信 发个微信 其实我更在意的是 那个人是不是直接跟我沟通 其实他刚才的回答 树立了他自己的领导微信 这个小伙子已经完全把自己的领导微信 树立起来了 不管你高不高兴 这活儿你得干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样不是在激化矛盾吗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处理方法 就是他来写一份邮件 给这位老员工布置一下工作 统实操纵 他就考量布置他的这个情况 那这就是情商 因为完全是在工作流程内 那个是解决方案的备选 但不是最佳的方案 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自己带入到一个情境之中去 并且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 对自己的身份的判断 这一点上来说 我觉得他不管是从事服务行业 还是从事管理 他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天赋 因为这个小王 他是从供应链出生 对于供应链很多时候 这个一线的操作工人 有的时候是要立威的 而且我反而觉得 他在沟通方面 坚持了同理心和坚持了原则 同时也树立起自己的威望 他是一个沟通能力 特别良好的人 我在工作方面确实是强势的 我未必那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 在工作场景中 下来之后可以给大家吃个饭 喝喝酒 把这事聊开了 但是那个我都会去做 但是在工作场景上 我还是相对工作优先 人家会比较强势的 他毕竟年轻嘛 对吧 他如果再成熟一点 可能可以说得更好一些 这其实还是反映一个 工作伦理的关系 但他还年轻嘛 他做得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第二轮选择去国流 六轮选择 六轮选择